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是大家对保护的支持 四季姐姐 又弄你家傻了 我是 我是她的家人 也是云川村 一个普通的村民 很遗憾啊 有个事情就是 我想要向大家 口口声声是为了她吗 你了解她吗 尊重她 知道她们想要什么 你不知道 我要跟大家隆重地 介绍一下 镜头前的这位 优秀的主播 她热情开朗 幽默豁达 虽然看似平常 但是她却有着万里挑衣 有趣的灵魂 她从小就是 我们全村的开心国 而不止如此 她还 真诚 善良 大方 坦率 质朴 不过 不过现在唯一的遗憾呢 就是 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啊 至今还是个单身 所以我今天呀 就是想在这儿替她找一位 有缘的姑娘 如果大家喜欢有主见 有个性 勤劳勇敢的潜力鼓呢 这挺会说呀 大家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要 你 你你你 烦死了 我我我 我哪有她说得那么好 你别听她们胡吹啊 我 我今天是向大家道歉的 在我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 我对不起你们 最近我确实有点膨胀了 忘了自己只有二百斤的现货 剩下的一千斤 还都在树上 看到了吧 都还是绿油油的 跟我一样 很不成熟 不瞒你们说啊 其实有人给我出个馊主意 说让我把邻村的甜菊油 发给你们 还说反正你们也吃不出来 但我觉得 你呢 既然已经失信过一次了 要是再一次充好 那就是错上加错 所以 我现在只能按照 订单的顺序给你们发货 如果你们等不及 我立刻安排给你推单 只求直播间的朋友们 能给一个不成熟的主播一次机会 千万别拒报我 话ija 又是这么丰富 真不好意思 老让你给我们做 没事 都是捎了点手的事 我们家 小雷没少吃您家饭 奶奶 思琪来了 又是老唐做的吧 装小洞 你说你作为一个 全村不会做饭的男人 你不觉得羞愧 这人谁啊 老师怎么不要做饭啊 别人去 好 来 快快快 快坐着 坐着 你坐 坐 坐着 坐 老唐 你也坐 快坐 我就 我就不坐了 一会儿 我还得 不是 不是 我还得等小丽他妈呢 你还真不客气啊 你们俩看着我乐什么呀 我脸上有钱啊 四季姐姐 我们今天都看你直播了 她又没露脸 是啊 四季啊 我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 你真会夸奖人 哪天你也上我那个直播间 看看去 也夸夸夸 行 没有问题 到时候连着嫂子 小了一块夸 有 那你们先吃啊 好嘞 你在这儿吃吧 我回去给你妈做饭去了 我还以为什么大招呢 结果就退单了 退单你 来 来 吃吧 什么情况 粉丝们也太疯狂了 居然一单都没退 他们还说 就冲我这么时尚 等多久他们都愿意 吃吧 吃吧 吃 小冬啊 你看看你这四季 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事 都必须跟四季商量 你别在那自己瞎琢磨着 拿主意 听见没有 吃 好香 这 这 我这好主意 你用 尽量 你用 这一把 你用 我用 我用 你用 的 我用 你用 你用 我用 你用 哎哟 好好好 俗话说得好 马中赤兔 猫中大菊 我们豆包呢 就是菊猫中的鱼布 你们大菊都共用一张脸啊 来 给她们凶一个 声音还是一个声音 凶一个 豆包 豆包 你们在哪里 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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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说可以了 有兰 甘 甘 甘 有兰 甘 甘 有兰 甘 甘 不要说是猫了 孙季姐姐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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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打起来了 医生 您好 那个我们是唐靖山的家属 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病人是胃穿口 过量进食引起的 幸亏送来了鸡尸 要不然可能有大麻烦了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你们放心 手术很成功 估计一般十天左右就能出院了 谢谢啊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你说 你爸当初非要搞什么破直播 要当什么主播 这人美红 身体差点毁了 到底是钱重要 还是身体重要 还是身体重要 不要 不要 我 都没有 有